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继续努力降低贷款利率 总理还要求紧急总结关于管理黄金经营活动的24号指令 提出新型市下有效管理黄金市场的解决方案 并于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 关于2024年新贷增长空置在15%左右 总理要求根据宏观经济发展 通过膨胀和满足经济的资本需求 进行适当调整 昨天同来省的许多项目已经启动复工 但目前施工主要是为了保证美观安全和补助部分 因为还在等待人力资源 至于编合市同来合冰刀路建设项目 从春节正月初六开始 施工方就集中经历复工 今天上午 进进出出的设备数量 集中在工地的热闹气氛令人兴奋 大约90%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工作 截至目前 工人数量仍只达到20%左右 预计正月十五前 工地非基础工人数量将全面动员起来 其中同来合体的监设目前相当顺利 许多路端都安装了栏杆 以确保美观和人们的安全 施工方还主动给工人放了春节小假 以先制可能出现的材料价格上涨 或材料短缺 导致工程业务等风险 同来省边河市和边道路项目工程师 黄文笑先生表示 春节假期过后 我们立即开始工作 以跟上施工精度 同来省边河市项目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文光美先生表示 正月初六 道路和合体已复工 但是工人数量只有20%左右 我们宣布正月初十将全体复工 根据边河市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计划 预计下周一 即农历正月初十 边河市的所有项目都将复工 同来合并道路和合体项目 目前精度已达到70%左右 凭借落实工作的积极精神和责任感 希望在2024年 该项目的剩余区域 能够尽快移交 以先制像去年那样的延屋 根据同来省教育培训厅的计划 在2024年农历新春 历时八个多月的假期后 2月19日 即农历正月初十 星期一 全省优小初高学校的师生 将正式恢复教学和学习 同时 教育培训厅和各地教育培训部门的官员和贡务员 于2月15日 即农历正月初六起 已经正式恢复正常的工作 对于大专与大学来说 预计将从2月20日到25日起 才正式欢迎学生返校学习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2024年农历新年期间 从2月8日到14日 全国旅游业预计接待和服务国内游客 1050万人次 比2023年增长16.6% 据估计 据估计 2024年假成年春节七天的假期 河内首都接待游客 15.3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21%以上 游客总收入增长超过35% 胡志明市迎来约180万游客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来胡志明市的国际游客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%以上 其他沿海城市也迎来两位数增长的游客人数 如清河省牙庄增长超过145% 现状市增长37% 以上是同类省广播电视台的 英语和华语新闻报道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